大家好,我是三月影像創作者Danny 第二集想要與大家分享我在出發登山的時候 或者是旅遊的行程時 我拍攝前的參數設定 還有一些後置無法彌補的一些觀念 那為何會這麼重要呢? 其實我們在拍攝時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我們在拍攝前 如果能設定好 就盡量的去做準備 不要常常依賴後期的製作 可能耗時又耗時間 有時候呢,我們想要透過後置 來去做彌補 也不見得可以救的回來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的解析度設定 常常有很多山友跟我說 Danny,為什麼我的相機明明跟你蠻一樣 為什麼拍出來的這個畫質 怎麼就是有點模糊不清晰 那其實呢 像我們現在的手機 或者是家裡的電視 都朝這個4K的解析度賣進了 如果我們的這個相機 如果它有4K的這個功能 建議可以把相機改成4K的模式 可以讓我們拍攝的這個 產品成像 還有它的品質更為精細 那麼我就使用我的這個 Canon的EOS R5的單眼相機 來為大家去做示範 第二個呢就是幀率 幀率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FPS 也就是Frame Per Second 這個我在第一集有跟大家分享 如果是你想要拍攝你的這個 素材是60P的話 就建議你呢 你的快門至少要設定在120分之1秒 那如果你要拍攝4倍慢動作120P 那就是你的這個快門啊 建議就至少設定在240分之1秒 總而言之就是擔心會有掉格的情形 那如果假設呢 你一開始都是使用Standar mode 就是30分之1秒 如果你要放2倍的慢動作 你就會看到你的這個動作 就會非常的不協調會掉格 OK那第三個呢 就是我們的雙機卡設定 在我們單眼相機裡啊 有一些機型你可以發現 它其實是可以插2張記憶卡的 還有2張記憶卡的卡槽 那表示呢 我們可以使用雙記憶卡的一些特性 例如 當使用1張記憶卡 我們拍滿了之後 它可以無縫接軌的 使用下一張繼續拍攝 就不用拍到一半 然後就去找那個記憶卡 還有記憶卡在包包哪裡 然後又要換 那第二個呢 就是分別為這2張記憶卡 存取不同的檔案 例如啊 我們的A記憶卡 可以存RAWD B記憶卡呢 我們就存JPG 在拍攝專案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提供B記憶卡 給客戶去做審閱就可以了 或者是呢 A記憶卡你拿來存影片 B記憶卡呢 你拿來存照片 OK 這個部分就可以 依據你的這個工作型態 來去做調整 那第三個呢 就是2張記憶卡 同時存取相同的檔案 那這方面呢 常常就會用在比如 商業的拍攝 或者是紀錄重要的一些場景 去做使用 像比如我去日本 或者是去山上 有時候啊 我都會2張的記憶卡 同時去做存取 當其中1張的記憶卡呢 不幸的壞軌了後 還有另外1張呢 是保存良好的素材 第4個呢 就是善用我們客製化的旋鈕 以及按鍵 使用單眼相機啊 其實有蠻多的客製化的按鍵 可以提升我們操作參數的 這些效率哦 一般的按鍵呢 我就不多做介紹 那我常常會使用的兩個按鍵 分享給大家 像我啊 我是使用Canon的EOS R系統 那使用RF的L鏡 上面它會有這個客製化的這個旋鈕 當我在拍攝人物啊 或者是動物交通工具 來去做轉換的時候啊 我常常就會將這個對焦屬性的設定 在這個旋鈕上面 這個功能很方便啊 像比如我現在可能是拍人物 它可能會有人眼的對焦嘛 那如果假設剛好我要換到 可能是其他的物件上面 我直接透過這個旋鈕 可以無痛的去做轉換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這個 多功能的按鈕 NFN 因為我常常會拍攝 晶態的照片 還有動態的影片 那我就會設定這個NFN 這個多功能的按鈕 來去做切換 我就不用再進入菜單 然後去做動態跟晶態的調整 那第五個呢 就是我們的麥克風囉 因為我們的相機 手機 運動相機等等 它基本上都是全向性的麥克風 它機身都會前面也有 後面也有 上面也有 左邊也有 那我們爬升的時候 其實現在山頂上 山腳點都有很多的山友嘛 對不對 那許多山友在你身旁 講話 你在記錄的時候 你在分享 對相機分享的時候 自己的聲音 會與其他的聲音 常常會混在一起 然後你回到家 上字母就會很崩潰 就不知道要聽誰的話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 搭配一支 指向性的麥克風 也是我們常常說的 基底麥克風 它方向的指哪打哪 聲音會比較集中 然後聲音會比較好聽 另外我們在山上 風很大嘛 一定會有風切聲 所以也要搭配兔毛 它是非常有效的 阻擋我們山上的風切聲 好啦 以上就是我在登山拍攝前的 參數設定 以及一些後製無法 彌補的一些觀念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我是山月香創作者Danny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